孟加拉首都打卡的五分埔 在四月四號遭注容侵襲 大火燒了六個小時 整個城一市場區 超過三千家的店鋪被燒光光 空拍鏡頭看得很清楚 這火燒得很兇猛 那麼因為這裡的建築物密集 像弄狹窄 所以火事一發不可收拾 當局已經派了50支消防隊 還有軍隊來滅火 還好市場還沒有開始營業 不過也造成了八個消防員受傷